嗨大家好,我是水瓶小姐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冬天的上衣穿搭与选择技巧 我现在简单的说一下这支影片的由来 原因是因为经过多年冬天穿搭失败的经验 以往我都会挑比较有造型,比较厚重的毛衣 或者是长版的大衣来做冬天的穿搭 但我间间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长时间待在户外 所以我也变得其实不用穿到那么厚 反而到室内会一直流汗 衣服太重,你也会很没有活力的感觉 所以今年呢,我就想要走比较多层次搭配 可以穿的简单又有型 如果你不一样是有点微肉大胸的女孩 你很怕冬天穿起来太厚重 看起来会给人很圆润感觉的话 那你不如可以试试我给他介绍的几样单品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主要都是介绍上衣 所以我会想要上半身有比较多的活动空间 我就直接站着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这次影片的不一样地方 那第一件呢,我想要介绍我身上这一件 布料是这种绒毛的材质 真的是今年各大日盘一定会看到的版型 一定要是那种窄版 然后搭配这种绒毛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种绒毛就是很老气 但今年我觉得日本把它做得很漂亮的地方 是因为版型有跟上现在的时代 手绣的地方一定要是这么的长 不只在秋冬里面可以让我们取暖之外呢 我觉得手长的效果就会让我们看起来再更修长 再来就是它的版型 我觉得我们稍微有肉一点的女生跳上衣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看这种合身的衣服 它在肩线的地方也没有做俐落的剪裁 像这件在肩膀的地方 它其实做得比较硬挺 它虽然没有电阶 但是你穿上去会有精神的感觉 在这个肩膀的地方就不会是顺着我们圆圆的肉这样垂下来 再来就是脖子这个地方 以往我都会觉得我的上半身很胖 所以我都会穿高领的衣服 但我发现根本错了 完全相反 虽然高领也可以 就是那种合身载版的高领 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选一点点可以肉脖子的 其实可以透过脖子这片变化 去改变我们整体的穿搭风格 所以我今年特别喜欢肉脖子的衣服 例如说我现在的下面就有点丘壳加歪字链 这时候就可以达到这种V领的线条 我们的下二线这边也会看起来比较漂亮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背后 它的背后呢有做一条线的设计 其实呢它是可以调整尺寸 只是我觉得它是用来当一个设计的感觉还是比较重 接着接着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呢 它其实是有附罩杯子 所以如果你是小胸的女孩 你其实单一件就可以出门 但是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上半身就是比较有肉 比较有胸的女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当自己的内衣 胸型的地方看起来会比较漂亮 因为毕竟它跟BRAD TOP一样是没有支撑性的 只不过因为它是有做内衬的 所以它其实在布料的厚薄度上是有一定的厚度 连我现在在室内拍摄 我又已经有脸快瘤快的感觉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肚子这边有脆肉的地方 它就可以修饰掉一点点 我觉得这次穿有一点点厚布料的优势 好接着呢就到下一件秋冬必修的单品 就是这种大学梯 但是呢 今年非常流行的大学梯是 在肩线的地方是做oversize 垂坠度 可是在衣裳的部分呢却是做短的 我觉得这种版型的上衣下面可以搭一些 A字裙 或者是简单的牛仔裤 你可以穿出个性又可以穿出甜美的感觉 在不同的造型风格变换上面 我觉得这种版型还蛮好运用的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 这件真的是大缺货 唯一有货的就是这个白色 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先买买看白色 如果版型真的好看的话 那我就可以再购入其他颜色 因为它其他颜色我在购买的时候还是要预约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看看 但是我觉得我收到之后 它的布料的厚薄度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厚 但是我觉得这点很棒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在冬天穿的太厚重 通常我穿这种大学梯 我里面还是会叠达一点 透服或者是薄膏领 衣或是衬衫 你可以露一点点领子 或者是下白衬衫也可以露出来一点点 这种很素很素的大学梯 都可以让我们在多层次搭配上有很棒的效果 好接着呢 是我每年秋冬一定会买的就是毛衣 但是呢今年买的毛衣 我就是买这种薄的毛衣 耶 我今年真的很爱灰色系 这件呢它非常的薄 可以给大家近看一点 它是有点透服的这种感觉 这种毛衣我觉得它里面就是搭装头也可以 素梯 就是这种正常长袖白梯也可以 或者是刚刚说的搭衬衫也可以 这种单品就是非常好运用 而且它能穿的季节也非常的长 首先袖子也非常的长 领口是做大U领 里面真的要叠达这种单品都是OK的 它前面其实是有一条线 你可以把它拉紧 做一点点线条造型的变化之外呢 它是前后都可以正反穿 所以我觉得它能玩的风格变化 跟穿搭搭配真的选择非常的多 这件我觉得也非常可以收 但有一点要注意是 它在材质上面呢 有25%是羊毛 所以如果你单穿的话 还是会有一点点刺 它的刺要以程度来说的话 还是偏轻浮的内方 如果是我的话 里面搭个bra top 我是可以接受 然后并且出门的 接着呢也是一件冬天必修的单品 就是高领针之上衣 从去年开始我就很爱买这种横条纹 或者是有一点点颜色变化的单品 这件也是在日本超红的 基本上有一个点 你就可以知道 哦 这是那个品牌的 就是它在手袖这边 有做金属扣的设计 然后像这种可以用来内搭 跟外搭的单品 其实衣服的摩擦下 很容易起毛球 或者是很容易就松掉 尤其是脖子这一块 所以这种单品呢 我就会买便宜的 然后淘汰换新 这样子也不会心痛 我觉得我刚刚都是买比较素色 例如说白色灰色的单品居多 这件我就选横条纹的 我觉得在内搭上面 可以打造层次的变化也蛮好的 然后这件我收到的时候 它其实有超乎我的预想值 我以为这个价位的衣服 它穿起来其实会比较廉价 没想到它摸上去很轻浮之外 它穿上去一样是很好看的版型 然后再一点我很喜欢的就是 它跟我以往买的不一样是 它的衣裳真的非常的强 在冬天这种单品 我通常不管是搭裤子还是裙子 我还是会想把它扎进去 带一个比较为个性俐落的内搭来穿 这种衣裳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很完整的扎进去 不会动一动 然后就跑出来 或者是皱皱的 因为它很长 所以你扎进去之后 你会觉得你的肚子非常的保暖 穿起来很舒服 我很有安全感 这也是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手袖的地方 一定要非常长 这件是直接达到我的标准 这件CP值已经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所以我觉得这件非常可以收 然后再来就是 这件其实我多买了一件 还没有开封 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怎么办 所以我决定把这件单品抽奖 送给观众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抽奖方式我会放在资讯栏的地方 有想要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抽奖 接下来是一件 它可以单穿 但是我会拿来把它当造衫的穿搭居多 就是这种衬衫毛衣 又是灰色 我今年到底在干嘛 今天刚刚第二件介绍的大雪梯 它的版型其实有点雷同 就是它是短板的 然后肩线的地方也是做这种 垂落式oversize的感觉 手袖这边也是做这种 公主袖泡泡袖的设计 这件它有5%的毛 虽然成分比较低 但是它穿起来就是会比较轻敷 而且我觉得它已经够保暖了 通常我上班的时候 因为都是搭电车 然后室内居多 所以我不会穿到太厚的外套 这种小针织测衫 我觉得就很好来运用 不管是上班 或者是午休时间出去吃个午餐 买个午餐 那种随便一套都可以外搭的照衫 或者是你今天只想要去个便利商店 你不知道搭什么换 你明明就搭睡衣 然后搭这个就非常有型 又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选灰色单品上面 要注意几个地方 可以让你穿起来是非常高质感的 灰色毛衣来说 它是偏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布料 肚子可以搭休闲的穿搭 你就算下半身搭比较漂亮的A字裙 或者是长版的连身洋装 外面造一个这个 我觉得也会很好看 好的 那目前介绍上衣 就是我觉得在冬天里面 必修的上衣版型 或者是材质都是 然后再来呢 就是内衣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冬天的衣服 不管怎样 它就是还是会比夏天衣服 再稍微厚一点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围绕大胸的女孩 我非常推荐买这个 Peach Jump 瓶口小可爱 只不过它是非常有弹力的 这样子 这个我之前在影片里面就已经大概有介绍过了 然后我也都包了两颜色 黑色跟米色 外面的上衣搭不同颜色 我里面内搭就也会搭不同颜色 基本上我的内衣就只有这两个颜色 就是超无聊的 只是我觉得这个单品 为什么我会想要特地放进来介绍 就是因为我觉得在秋冬的时候 你可以穿你这两个上衣 或者是像我自己喜欢穿运动内衣 或者是五缸圈那种非常舒服的内衣 只不过厚重的衣服搭配上那种 没有包覆性的内衣的话 还是会让我们的胸部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容易晃动 或者是还是会有膨胀的效果 其实我介绍大胸适合的内衣 其实已经介绍过非常多次了 之前有收到一则的留言是 我觉得大胸很好 为什么一定要把大胸封闭起来这样 我觉得她说的一点都没错 因为我不觉得每个大胸都一定要遮遮掩掩 虽然我们也没有遮遮掩掩 但是我觉得呢 你是跟我一样喜欢比较日系 简约 然后看起来整个人很俐落感觉的话 相对的在内衣搭配上面 就非常重要 在日本就算连小胸的女生 她也是一样会移不同的内衣 去打造一点 我今天穿胸部的地方想要多一点线条 其实都是衣衣服的不同去搭配内衣 然后在秋冬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 针织跟毛衣 相对的如果你多两块肉在前面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个人呢 会比较不喜欢胸部晃动的感觉 其实我为什么会那么不喜欢 是因为我有不好的经验 只要我穿那种一般的内衣 看起来让胸部感尖挺挺拔的时候 走在日本路上 真的都是很多男生会冰冷的胸部看 我就是非常地不喜欢 所以呢 我就开始寻找那些内衣 才接触到我自己很喜欢的 才分享给大家 我想要在分享的过程中 也很多女生有这种困扰 所以呢 我真的要说不一定每个大胸女生 一定要把你的胸部藏起来 而是看你自己有没有需要 然后这件平口 我觉得在冬天很好酝酿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冬天的衣服 已经都穿得够厚 够多了 如果你的内衣在穿那种 我之前介绍的brata一整件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太闷太厚了 所以我最近都开始穿这种平口 你里面还是可以搭一般的内衣 或者是无缸圈内衣 可以穿得很舒服 只不过在外面照了一个这个平口 它可以让我们的胸部的肉再fit一点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穿起来就比较安心 冬天如果你穿和声的长袖 像是刚刚的这种和声针织 或者是我这种绒毛衣服 其实在内衣肩带啊 或者是内衣后面扣子的地方 都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这时候呢就可以利用这种平口 去做内部的叠搭 穿起来它的线条就比较干净 然后你们可以看我前面也有穿 我觉得穿起来效果就非常的好 然后包括侧面 虽然穿上去啊 它不会让你胸部完全不见 只不过我觉得 有穿跟没穿穿起来的效果 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我在冬天上衣的精选门 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 不一定一定要跟我买一模一样的单品 只不过我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个影片 来参考我选择一些单品的技巧 跟在意的一些小细节 这样子你们后续在购物的时候 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那陆陆续续还是有很多人问我说 日牌的衣服到底要怎么买 可是我不得不说时代真的在进步 像我这次买的单品 全部都是在日本乐天市场 他们有一个是乐天fashion 在上面真的是上百家的日牌 有那种大耳熟能响 或者是比较小众的牌子 在上面一样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再来我觉得很方便是 其实在日本的乐天市场 他们有转运的服务 也是我自己比较下来 我觉得它是比较好上手的一个选择 转运的方式呢 在之前夏天巧步穿搭的那支影片 也有详细的跟大家介绍分享 这一次呢 再度感谢日本乐天市场 给我水瓶香气的专属优惠码 再加上他们还有 Super Sale的赚点出优惠 所以如果你对 当然以上的商品有兴趣的话呢 一样都可以透过 日本乐天市场做下单专运的动作 香气资讯我一样会放在下方说明栏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